早餐才吃飽的豆腐 這裡是廣州的日果 很多食物 吃飽 吃飽 又香又脆 但又多一點 水蔥牛餅 三個把一碟就死飯 好過你自己家製的 可以給你們加點粉嗎 普通的嗎 我點了九龍包 哦 點了 開始加點 對對對 我給你加點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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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點粉 是啊 哇 estud 這間餐廳很尷尬 老闆見我們兩人吃了一碗粉 我看不到吃過 只能過來問餐 用餐點加點粉 問得的話肯定是不需要錢 我們已經加了粉 等人家都問得到老闆 我來介紹你過去吃 你坐地板 那你看,你飯吃也外面 你先試一下好不好吃 谢谢,试一下 我们样样都试一下 你坐地铁 到人我去,B站出来 几百米又到,你看 我,老板,神思点 我们本地的 光光开了吗?老板 旧店铁就开了 旧店铁就开了 刚刚一年 老板介绍 即是即点即造 很新鲜 9.9即是10.5元 即是2元1元 消费都可以 试一下 你看这些 这些汤 那些饱汁 全都放入汤 我做的 试一试 最重要的肉 比较新鲜 老板介绍很好 即点即造 最重要是新鲜 试一下汁 好甜 好鲜味 小肉包是10元 葱油饼 3.8元 13.8元 这个是50元 即是13元 一个晚餐 简单的晚餐 两个人 人均消费都是15元 这里来广州市区 有大概30多公里 如果你在广州市区 这些食堂肯定是不可以的 比辞贵桂花鴨 我看它的碟头 不知道实际有没有那么多 多少钱碟 18元 一碟 18元 18元一碟 比辞贵桂花鴨 这个招牌珍珠老鴨粉丝 都是20元 一个例牌 19元 最爽的就是加湯加粉 都是免费的 我们吃饱晚餐 走出来 一出来就是人磨虚的商业街 原来这条角度 现在叫做鹤龙鹿路 其实这条是105角度来的 在唐沫上的人 在唐沛上 在唐沫上的北京 什么都找到 看队里边有点 它在唐沛上 十五个小的温水 在唐沫上 往南 的 我們正在等綠燈, 過對面人和街, 走一走, 看看這條街, 過馬路人潮, 就知道人和區有多旺, 全靠2010年白雲機場搬來使用整個人火花刀 全靠2010年白雲機場搬來使用整個人火花刀 廣州老城開始落後 如果說繁華就真的要走出來周邊黃布、天河、人火等成交結合部的位置 現在是這些地方比較繁華 人火會酒家 這些全部都是最近十年八年起的公寓樓 最部份都中了酒店 一條紅燈街 就像住宿的紅燈 可想而知這裏多繁華 好像紅燈區一樣 如果你是坐飛機、跌躲、誤機、趕早機 很多人都提前進來 人火鎮這裏住一晚 這裏有便宜有貴的住宿 這些住宿我估計都是 外來人比較多 外來人熱熱的住宿 這裡一拉 看起來全部都是住宿的 全空滿的 現在鎮被八雲機場大旺了 一旦蘿蔔十二鎮開了 越來越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基本上走入城中村 大部份都是外地人 旧鎮時人摸鎮的土著 賺到錢 要不移民 要不出去買了 城市公寓樓住的 這些全部都是出租的 旧鎮是在家裡 旧鎮里面 旧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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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令人担忧 你长期住在这帮衬这些当 我就不敢 人火镇幼儿园 这条叫做人火玉英街 顺着这条玉英街我就游南往北 这些城中村 旺到 谢谢 谢谢 基本上是一條食街 一邊滑一邊聞到食品的香味 很濃香 三江山豪一價18元 五台秋山豪一價18元 現在人家的口味變了 食得越來越濃香 舊鎮時粵菜的清香嫩滑房已經是過時了 這些城中村的人 還有村民建的那些樓 洞洞都六七層煲的 大餐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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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道和村民建的 這間的外居 有些牆壁 是牆壁 的牆壁 這裡有些看到 是牆壁的牆壁 都被牆壁的牆壁 有些牆壁的牆壁 這麼晚走出來,估計是我年紀最大,只有我一個老坑走出來 看來全部都是年輕人,年輕人 店鋼有菜、花、足 öh議 片一小女 三十多年、游泳連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已經入到人窩開城中村的中心地帶 這裏不用說,繁華到你想像不到 城中村的佈局都是一模一樣 不過其他城中村沒有廣州人窩去的城中村 人窩去北後街一橫路 艾利家精品超市 我順著這個方向,由北往南行出去學龍大街 今天我過來人窩去的夜街拍攝分享就到這裏 再次多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多謝大家的點贊 下期再見 拜拜